詞曲 李宗盛 陳醫生 我在家看陳醫生 因為那段我不在 當我在家看陳醫生 跟你那段對談的時候 我哭得 我哭到稀里花啦的 我也是他一講 這是他兒子 他當時 他說他為什麼留的那件花衣衫 是他兒子的好像兩歲做法 跑向他 就是他第一次從布對下來 然後整次就把兒子接回去的時候 兒子跑過來穿的那件衣服 他印象特別深刻 天天你最難忘的是哪個時刻 那我就上藍姐 我會想到他 因為他就看上去就已經很 我覺得他挺好的 就是有自己的武館 然後有自己的理想 有自己的朋友 有自己的愛人 身邊有這麼多的人 很喜歡他 我說幹嘛一定要談戀愛 人家藍姐想談戀愛 對 我就想說 那嫂子就跟我們說了 好想 桃花樹 不是 我總覺得就是 遇不到正確 不是好的人的話 就我們還不如乾脆一個人 對 我一直是這種態度 但是就是我覺得說 那強迫別人 一定要獨立自主 我覺得其實也不是一個很好的方向 我覺得每個人應該有自己的方向 應該有自己舒服的方向 他就想應該穿裙子的話 我就應該 就應該讓他去穿上好看的裙子 而不應該舒服他 對 沒有我覺得其實不重要 因為在這個過程中 他們肯定 因為我們是按著他們的訴求 一直在幫助他們 一直來給他們新的可能性 我覺得他試過之後可以喜歡 也可以不喜歡 對 不喜歡的你可以繼續扶養 因為我們每個人都是一個自由的個體 那哪怕我們的嘗試 給了他一個新的可能 他試了一下 保留了一部分 我覺得我們做的事情都有意義 我們聊聊夏明明吧 明明我覺得我最喜歡的是他的性格 你看他自己一開始是比較迷茫說 我不知道怎麼跟奶奶相處 或者是現在又重新想做另一個事情 但是他還是保持那個特別陽光說 我要去拼去追尋自己的那個生活的那個性格 我覺得特喜歡 我很喜歡他是因為很多人會認為27歲 作為一個全新出發的追夢者 已經有一點年紀大了 但是我覺得夏明明沒有這麼想 而且我也很開心他沒有這麼想 因為其實如果你心裡有夢想 你想去開始追夢 多大都沒有關係 27歲已經有點大了 你在說什麼 我可是三十幾歲才重新出發 35歲才開始重新出發 所以我特別理解他 好幾個我都很有共情 都非常能夠理解對方 所以 反而越理解的話 又會很想說 路途其實很艱難困苦 你要做好思想水備 所以他會用 奶奶心的最終也支持他追夢了 對 後面的表現已經完全表現出來了 那還不是因為我們的戲演得還不錯 是不是 還是真的 很生動 因為我記得我們前一天晚上在吃飯的時候 然後工作人員說 要幫田姐量她的頭 量我頭要幹嘛 然後她就說 要幫你戴那個奶奶的假髮 蛤 我要演奶奶 所以她真的是 只有一天的時間 或不到一天之後 是不是一個早上的時間 而且我沒有見過奶奶 對 我那天晚上你們 後來你們到劇場把奶奶帶進來的時候 我第一次見奶奶 對 所以我覺得田燕姐特別不容易 對 我只是看照片 當時她演的那個真的是 在非常短時間內 我覺得 真的演得特別好 因為我們在底下看都看哭了 感動感動 真的 而且奶奶 我悄悄問奶奶 我說奶奶她演得像你嗎 奶奶說挺像的 來吧 頒獎頒獎給老藝術家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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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聽到嗎 沒事 我聽到了 也確實你也不聽 我沒所謂 我都認得 年齡一向不是問題 大家都知道 可是這次互相間開個玩笑